第二件酷炫的事情就是我們在六月初的時候 全家都去韓國 然後就是玩了一個禮拜 很有趣的是我們完全沒有一個人聽得懂韓文 看得懂韓文也不會說韓文 所以我們去那裡就是一個文盲的狀態 就是完全像是我們到一個另外一顆地球一樣 完全不知道什麼都看不懂啊 就我們也只能用Google翻譯在那裡一個一個掃 然後掃出來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不用Google Map 然後什麼東西都不一樣 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幹什麼 那我們到那邊就有點像是在吃美食吧 就是每天都在吃各種好吃的韓國美食 那東西也都比台灣還要便宜 就還蠻開心啊 就是去玩了一個禮拜 那第二件酷炫的事情 就是我們全家在六月初的時候 到韓國首爾玩了一整個禮拜 那很特別的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聽得懂 看得懂 不會說韓語 就完全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是一個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也沒有任何計畫 終點是也沒有任何計畫 我們就是隨心所欲 然後我就是查了一些好吃的餐廳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 去一個禮拜的韓國美食之旅 對 嗯